不过疫情过后 大陆政府对内要力贫复苏 现在带您观察 是各项市场的最新动态 在北京的家政业 副工达到了九成 不过家政工不再只是阿姨专属了 有许多的小哥哥小姐姐也投入 出现年轻化的趋势 像是30到40岁 就占比到了四成 而房市方面也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北市的新房看房量增加了三成 不过新冠肺炎疫情 淡化之后 大陆国家流感中心报告发现 近日大陆的流感病例 持续上升当中 而A型流感占了七成 呼吁大陆的民众 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有天总共吐了两次吧 发烧到那个40度 然后好几天了 又是发烧又呕吐 好几位家长心急抱着孩子 到医院急诊 大陆国家流感中心最新报告 从2月13号起一星期内 大陆流感病例持续上升 其中A型流感H1N1占了七成 北京疾控中心更表示 流感通报病例已超过新冠确诊 最好在这个发病以后 48小时使用 那越早越好 比如说你发病以后马上吃上 那效率就更高 老年人三岁以下小孩 还是建议接种疫苗 医生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虽然先前大陆官方宣称 新冠疫情基本结束 但地方还是有零星疫情 就怕和上升的流感病例数 产生叠加 而在香港针对新冠疫情 又有新的放宽政策 香港宠物店展示柜 出现毛茸茸仓鼠 天竹鼠 这可是时隔一年多 再有仓鼠这类小动物 放行半寿 其实人都有 都会服养 都会有这样东西 我觉得仓鼠都不是一种顾虑 我觉得都没问题 反而我会觉得 它经过检测的话 好像多了保障 反而降低了风险 去年1月 香港爆出宠物店仓鼠染疫 还怀疑有病毒传人情况 当时全港2000多只仓鼠 遭人道毁灭 之后禁止进口 如今疫情消退 仓鼠进口香港时 新冠检测阴性 就可以在市面上销售 通常来讲 三至四日之后 其实都已经 开始会有全面性 当然 准备的话 可能会在一段 多个三四个时间 能够导致它们在批识景态里面 有交叉情况 这些机会 只要疫情不再起 经济复苏就能有望持续 上海近日在地铁站沿线 展开大型周聘 参与的企业开出起薪 至少人民币一万起跳 我们本次的岗位收集 是定向收集了 其中50%的岗位 是针对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岗位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 九号沿线小区内 有很多劳动者 光一场招聘会 半天时间 企业收到约1500份履历 达成一项录取725人 随着各项市场回暖 人才需求提升 在北京一项缺人手的家政工作 目前已经复工九成 而且新趋势 家政工不再是阿姨专属 走向年轻化 来京的家政人员 现在是增加了很多 地域也广泛了 而且年轻化的趋势凸显 我们在30到40岁的阿姨 大概占到40% 重要拉动经济产业之一 房市继续回暖 北京新房看房客户量 至少增长了三成 客户量以及成交量来看的话 确实是有回暖的迹象 有一些春节之前 是相对于官方的一些客户 也是在下定决心要进行购房 买了房入住新屋 大陆春节过后 搬家业务量也大幅提升 增长超过四成 而且现在大陆也跟台湾一样流行 代客打包 不用自己动手 搬家公司把东西搬到新家 还原封不动复原收纳 自己收拾可能几千块钱吧 就搬了 如果需要他们收拾再给安置好 可能要多个一万块钱左右 即便代客打包较昂贵 但花钱买服务 以后市场再度活络起来 抢商机各出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